一個就是布林肯 本來就是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他本來到中國大陸訪問就沒有安什麼 好心 沒有安什麼好心 是要藉大陸的舞台 來演一出對美國有利的戲 因為現在這個美國正在如火如荼的 籌組全球反中聯盟 那美國是這個反中聯盟的盟組 那麼布林肯怎麼可能到北京去 跟大陸釋放出任何善意 或者說 讓這一次的會談營造出一些美中關係 那麼春暖花開解凍的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這不可能的 所以他基本上去應該是要把這個結 這個結得更深 那麼把這個緊張關係再往上面再推 這才符合美國現在的政策作為 那所以基本上本來就是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第二個呢 氣球事件 這個只是一個藉口 是布林肯的下台階 他用這個氣球事件 讓他自己好像是他抓到一個理由 懲罰一下大陸說本來要去 現在我就不去了 給你點顏色悄悄 那不明就裡的人有美國社會的人 我也覺得不錯 美國國務卿還挺強硬的 沒有怎麼樣 沒有對中國大陸的怎麼樣 扣頭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下台階 但是中國大陸說 我們中美根本沒有宣布過什麼的會談等等 所以基本上你看 本來雙方互信就已經極低了 對 所以大陸事情發生以後就講了 我本來就沒有要邀你來 都是從頭到尾你是自導自演 意思就是說你美方自導自演 現在又導演一齣戲 從頭到尾都是你在導演 我只是在旁邊 印你的這個怎麼講 也不是觀眾要求 我就看你在玩什麼把戲 那所以這次事件 本來就顯示雙方的互信極低 那麼事件以後 雙方的互信不能說蕩然無存 我想這個僅有的一點點這些基礎 也會摧毀得很厲害 那第三點我覺得布林肯仿中之前 美方的動作太多了 不管是這個尼米茲號航空母艦 到南海來 這樣子一下進來買 又出南海又回南海 然後回來是又帶一個兩棲攻擊艦 這些動作 然後都非常非常的怎麼講 在外長要去中國大法訪問之前 做這些動作 實際上本身就很奇怪 有一點點像磚舞劍的感覺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公佈了四條要求 這個四個要求 基本上我覺得根本就不是中國大陸關切的 而且感覺上布林肯仰是要去中國大陸心思問罪的感覺 那擺出這種姿態的話 那麼結果的話已經可以當時就可以預期 那麼另外中國大陸雖然沒有把中國大陸的要求啊 講得很明 可是呢顯然啊 他們要求談的事情 那麼尤其在台灣問題上啊 那麼中國大陸一定有 尤其這個麥卡錫要來台灣這個事情啊 也正好卡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啊 那麼感覺我想如果布林肯願意配合的話 那他可能勉強還可以飛到中國大陸 那麼如果在這個上面他完全啊 擺出衣服啊 跟他與他無關 或者不願意談這件事的話 我想中國大陸也不會讓他去 所以呢 我覺得整個情況 這一次他去從美國開始放話 到雙方我覺得這個團隊在接觸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應該是堅持了相當多的原則 另外一方面呢 立場跟態度都相較比較強硬 那麼最後呢 中國大陸給美國的感覺可能並沒有說出口 那麼基本上讓美國感覺大陸已經閉門洩客 所以呢 才找一個氣球事件讓自己下台 那第四點我覺得 從這個事件以後呢 我們可以預測 那麼大陸與美國關係在未來 衝撞會更多 那麼 合作的空間會更縮小 那所以今年才剛剛開年嘛 那個中國新年我們的兔年啊 那麼也不過今天是初十五 元宵節 我想就是說 經過這個事件我們更可以預期 今年的中美關係 連帶的台海關係 都要準備啊 有這種啊 高速駕駛 然後呢 也不能說險象還生 那麼時時會有危機出現 這樣子一個情勢啊 我想我們不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 那接著著我覺得中國大陸好 從這件事以後或者老早就已經開始 也就是說二十大以後 這個中國大陸對美的外交風格 現在慢慢清楚了 就是說大陸現在會用更多的間接的手段 來 反制美國 那這個是你早上門來的 不應該你是早上門來 我給你一個軟釘子奉回去了 那可是真正的應手 是用間接的方式在做 那這個間接的其實呢 就是加速跟俄羅斯的戰略結合 那麼甚至很多 經濟結合 能源結合更不用說了 另外可能會 跟這個 全球的反美國家 伊朗 這個委內瑞拉 那麼古巴會加強更多的合作 而且這個合作可能會 進入到比較敏感的部分 這個從去年就已經看到了 那麼比如說 這個委內瑞拉舉行的這個 軍事射擊比賽 那麼俄羅斯跟中國大陸都派代表去了 那委內瑞拉 那這個古巴呢 如果有類似這種 這種敏感的活動 我想將來今年我們會給不排除 可能會增多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經濟方面 雖然不跟美國經濟貿易脫鉤 可是呢 會加強拋售美債 那麼事實上 中國大陸還有大量的 美元的外匯存體 可能呢 也會 當然不見得會 以這個 其他的貨幣 硬貨幣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 那麼交換 可能會加強黃金 或者其他方面的儲備量 那麼來達成 進一步弱化美元 弱化美國經濟基礎的 這樣子一個目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強的反制手段 另外人民幣的這個 本幣交換 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 也會再跟這個相關 共同利益國家加強合作 另外一個就是 金磚五國今年八月 要開這個峰會 那麼是在南非開 我想會在加強新會員上面 擴大合作上面 甚至在這個峰會之前 這個幾個月 對於重大的國際事件 採取共同立場 我想這都是可能 中國大陸會做的 所以招招雖然不是民對著美國 那麼招招間接的 也是針對著美國的這個短板跟弱點 重擊下去 而且我認為這個事件 氣球事件還沒結束 因為美國還會有更辛辣的玩法 OK 比如說 那個氣球被打下來了 它會不會也展示 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不是啦 就是當初美國也把 比如說什麼東西打下來 然後它就在 國內展開展示 這個就是政治示威 我跟你講自然打下來本身 就一定會引起民粹情緒 為什麼中方一開始就要說 這是民用 他就是在跟美國講說 你不要把這個當作軍事事件 你不要上綱到那裡 因為打下來的意思就是 這個就是軍事事件 背後是有政府的 而且很可能進一步的界定 因為麥卡錫現在要召開 那個Gain of Eight 那個所有的領導人 跟情治單位要一起開會 他可能就進一步要求要定義 把這個事件列為 中美軍事互動的一環 那接下來就會有進一步的政策 就我為了要 防止類似的事件再發生 我進一步要做哪些事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個事已經結束了 沒有沒有結束了 所以今天華爾街日報都已經改口了 他說布林肯不是拖延 是無限拖延 華爾街日報在這個事件的立場上 就是鷹派 他第一時間就寫社論 就是鷹派 他就直接批評中國政府說 你月28號就已經進入阿拉斯加 為什麼你不公告 向全世界告知 那中國大陸顯然不認為這是什麼 什麼大事件嘛 可是華爾街日報就把它上綱了 說這個是軍事很嚴重的事啊 你1月28號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還要美方自己發現 所以我跟你講還沒有結束還找得很 如果有所謂巡迴展示 或者是有一個這個 我們說那個東西掉下來 然後把它當做什麼 這個間諜氣球的展示場 這本身就是一個造秀場 對 作秀場 你就去看美國的眾議員 共和黨的民主黨的一個一個去看 所以我認為還早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去凸顯中俄互動 我覺得是不明智的 是不明智的 你就剛好中了美國的計 亮哥他是用更深層的一塊 去講說美國的不很後面的那些局 我再補充一下 事實上就有一個媒體這樣寫 紐約時報寫的 紐約時報沒有那麼一面倒 可是他就講到說 美國的鷹派怎麼思考 他說這件事情是習近平故意的 因為這表示中國也有能力來探測美國 那可以對中國內部的鷹派交代 說你美國一天到晚搞我嘛 那我當然也要搞你啊 你懂我的意思 現在美國的鷹派就是這樣想 那你不要以為這種鷹派 你現在聽起來覺得很荒唐 這個氣球又以前不是沒發生過 而且他的工人軍方也已經說明了 那你還這樣講 可是他們就是這樣講 他們就是要把它做成這樣的題目 我這邊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覺得美國的軍方 這一次對於這個氣球 因為我可以很確定的說 我沒有資料 但是我可以用推測 這個一定是民用的 氣象科學研究用的氣球 絕對是 絕對跟軍方一點關係沒有 因為中方沒有必要做這個事情 對 尤其這種氣球 是很容易被打下來的 那如果是跟軍方有關的話 那這個當然就一定會引起 兩國之間的緊張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是 絕對一定是民間的 民用的設備的氣球 可是我覺得美國的軍方 最早的專業判斷是正確的 對啊 也就是它沒有構成安全威脅 而且它是民用的這個氣象氣球 但是由於被美國的政客 跟輿論民粹所引導 那美國的軍方做了一個錯誤的 最後的改變 那當然是受政治決策的影響 可是美國的軍方做了這樣一件事情 以後啊 使全 使美國未來 在做這個地球科學的 平流層的這個高空的這個研究裡面 你還做還是不做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這個地球 在大氣層底下 我們都有很多的氣流 有很多的這個平流層 或是那麼都在移動的過程中 我們都想要了解 可是它常常它不是肉眼 也不是這個氣象衛星所能夠完全看到 這就是為什麼要有像氣球 而且為什麼要有低空的 或是高空的氣象氣球 那這個高空的氣象氣球 是做全球我們整個地球的 平流層的這個研究 你美國這樣打下來 以後你的科學單位 做了這些高空的氣象氣球 你一到中國大陸 還沒有進去的時候 那就被打下來 因為中國大陸國防部也說了 你以後在整個亞太地區 對啊 在歐亞大陸的這個板塊裡面 你要進入俄羅斯也好 要穿越中國大陸 進入蒙古 或是進入其他地方 都會被打下來的話 你還做個什麼研究 所以我才會說 美國的民主黨的政府 暖弱無力 你應該要站在科學的角度 軍事專業的角度 直接對於共和黨 直接發動攻擊 它應該站在軍方那一邊 對它應該要站在軍方這邊 直接對於美國的共和黨 批評它的共和黨 產生反擊 我坦白說 如果是歐巴馬時代的話 歐巴馬一定會直接攻擊 這個共和黨的那些政客說 你們胡說八道 這明明是科學用的 你今天這樣子處理 打下來的話 以後我們美國的 最整個地球科學研究 我們歐亞大陸這塊 難道全部都不要再做了嗎 因為中國大陸 國防部也說了 他們也要保留 未來這樣同樣的做法 他們也要這樣做 對啊 所以我才會說 美國的 現在的拜登政府 暖弱無力 所以被人家牽 被人家牽的鼻子走 被共和黨的這些基金派 被媒體的這個民粹主義者 牽的鼻子走 簡直是暖弱愚蠢 而且會斷了你們自己科學的路 大家都懂聽到 happy hour 對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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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